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 和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過去兩個星期,我們討論過內循環,亦討論過科技戰 但這兩個星期,特別的走勢出現了 傳統股票竟然有少少跑贏大市的走勢 反而今年賺得較多的新經濟或醫療設備,略略落後 大家怎樣看?會否因為世界變回正常,所以股市也變回正常? 詩先生,你認為是這樣嗎? 我認為股市經常會追落後 創新科技,創衝了一輪 不是爬你兩個馬位的頭,是爬你幾十個馬位的頭 價錢已經不止充分反映 是超額反映了價值 變成傳統股票,變成落後 落後的股票太多,追回合理的價錢 長遠來說,我認為是新經濟、互聯網有關 大數據有關 AI有關 這些是未來突出增長的公司 這些跑前五步,追近兩步 他又再跑前五步,追近兩步 距離越來越大 只是一個追回落後 長遠來說,都是新經濟跑出的 但短期可能被人跟多兩步 好的問題,這個趨勢近來都很明顯 會否在操作上,對私基金的買賣改變 第一,我很贊同詩先生的想法 其實這是一個短暫的所謂轉動的概念 我們今年因為疫情困擾大家 到現在最新多了一些疫苗的消息 令到大家覺得整體經濟未必那麼差 一些傳統舊經濟的公司未必會倒閉 可能市場有一個所謂重股,追落後的情況 通常都是這樣的 這個所謂追落後,那一刻好像很燦爛 但很快大家又會回歸現實 究竟社會繼續正常運作下 哪些行業可以做 哪些行業仍然是前景比較具挑戰 可能一些還有創新能力,或者市場還有發揮空間的公司 例如科技醫療 雖然他們在這段時間的估值,真的膨脹得比較厲害 一個適當的回調也是合理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投機的資金,在過去一段時間賣入了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例如你見到這個調整,在今年其實都前後出現過 這些相對的回調 但我覺得以現在回調大約4至5%左右 以納指相對於道指的表現走勢來講 其實我覺得已經有少少反映了大形勢轉換 未來我自己覺得 在部署上高 當然我都希望整個經濟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經濟會好一點 對整個社會的氣氛或者很多經濟活動是好的 但可能部署上高,除了傳統的新經濟、醫療之外 可能一些消費類的 即使在社會正常化之下 其實都有很多投資機會 剛才後得你提到,變回正常 施先生,你怎樣看 是否經濟社會真的在未來一段時間 會變回好像之前一樣 或是會繼續測試? 我自己看,經過新冠疫情之後 經濟無法在短期內 短期內可能是三年以上的日子 都不會去到疫情爆發之前的狀況 因為這次是整個社會停擺,經濟無法運作 那個殺傷力很大 你看航空公司,這麼多飛機飛不起 還要維修,還要給倉租 養了這麼多人 酒店、郵輪公司 很多是收不到之前的十分之一的收入 哪裏有可能利潤 它的虧損力越來越大 政府補貼,香港也有補貼 補貼一些薪金給你 不可能長期維持你生存 所以美國很快,一定要出第二輪的救市措施 救市都是派錢 個人又派一些,企業又派一些 你給我生意,我便可以出生天 你補貼一些吊燃水 我最多不死,但我都很傷 傷了即使正常,我都未必可以存在 不過,有一件事是真的 這次疫情,是幫你大清洗 所有窄的公司,這次都會被清洗掉 你發覺,它不能死,這些公司就很有希望 因為如果它不能死,疫情就幫你掃除競爭對手 有,行家自這次死在攻守 脫下的市場,市場所劇情也是多了 組市者便便宜一點 以前划過,划 film很好 現在別人都不去替划 但另一邊,剩下的市場 不用聽股評人怎樣選擇 他不死,就是正事 如果每個行業的龍頭是沒事 接下來的生意,即施生預期 雖然幾年慢,但都會更加好 整個整體經濟,例如GDP 能否去到以前那樣高,就有問題 但活下來的公司,空間就大了 賺錢能力高了 豪德,你怎樣看呢? 是否比較悲觀,才會反彈經濟 我相信現在,我們已經見底 問題是,復甦時間性是否有多久 師先生,可能要兩三年 我覺得有科學根據 美國聯署局,當然有很多專家 數字上高的掌握 起碼不單加息,不加息,未好 他們有潛艦性利率的指引 至少到2022年,即兩至三年 其實利率的政策,沒有大空間 讓他們收緊 他們都相信,需要至少兩至三年時間 經濟才能真正回復到疫情之前 幫我自己說,聯署局這次失策 何必講兩至三年後的事 被人知道,不會加息,很被動 有時要出口術,用新利戰去影響 說死了 他們的方向,想提高透明度 令市場更清楚,想做甚麼 例如,世界經濟會較長回復 但現在有一個炒賣的論點 疫苗就快會面世 今季甚至夏季,怎樣都會有 兩位怎樣看呢 疫苗來了之後,會令事情解決呢 當然,我覺得疫苗 現在我們有限的資訊上 至少不同的國家,加上有七至八種 其實世衛都有提及,已經去到第三階段 如果綜合整體消息 譬如說,疫苗的定價 大約四至六十元 我覺得,未來的機會 成數已經很高 其實市場在某程度已經 價錢了少許 當然,出到來,有幾項要考慮 第一,生產速度有多快 分配速度 當然,有錢的國家能夠買的比較多 例如,大家可能已經了解到 美國已經開始所謂圈起的疫苗 每個藥廠有幾億已經被他圈起了保障 優先給他先 所以我相信,疫苗出來之後 先進或富裕的國家 可能執行的速度會快一些 當然,有些醫療上也要考慮 要多久才能夠生產得快 以及效用、持久性 我想整體的圖像都在向好 我自己偏樂觀一點 因為疫苗未出之前 科學家都說了很多可能性 那些都是或者會出現的情況 例如說,疫苗中了之後 可能有些不同的病毒 轉型,未必能醫治 或者說有些人有了抗體 之後又會失去 這些不是說沒有機會 但我認為,找到一種有效的疫苗 的機會是存在的 因為現在科學發達了很多 有能力去研究疫苗 研究疫苗投入的資源 都比以前多 現在一出,可能都不是只有一隻、兩隻 而是有五、六隻 都說可以 所以,出了之後 在某種程度上 會令到大家對之後疫情受控的可能性提升 如果疫情受控的機會增加 這個心理因素 都可以令到市場出現一些跟以前不同的行法 所以,都要關注 市長說到心理因素 近來還有一種資產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就是黃金 其實之前都提及過黃金 會否因為疫苗出現或情況向好 令到之前升得比較多黃金 會出現一個逆轉走勢 我剛才說,有這個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你會看到 舊市措施是未完 即是,香港其實都不可以叫完得完 即是未完 即是,看我身邊那些做生意的朋友 很多真的很傷 如果他仍然要用 例如在歐美國家 其實他都要透過舉債 增發鈔票去解決 以及他們都是從他們動用的資金 以及他們自己本身的國庫狀況 有沒有積累 或者他動用的資金佔了GDP的比例有多少 他未來的財政收入有多少 從這些角度去看 他是有段時間 都沒有辦法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 他仍然要QE 仍然要低息環境 如果QE、低息環境不變 黃金都會被一些人拿來 作為對沖貨幣風險的工具 我自己認為 雖然疫苗搞定 有利因素會出現一些 但由於貨幣仍在增加 最初是因為貨幣供應增加 而令黃金上升 到後期升了才會引入人們來炒 我認為到這一刻 想追持黃金的人仍然有很多 很多資金 或者投資者也好 或者幫人管理財富的基金也好 其實黃金佔的資產比例 是很低的 這些人只要作少少改變 他們不是所有資金都持有黃金 所以黃金調整的時候 調少少少 可能有另一批人 以前買得不夠多 出來買回來 這當然是我的推論 要看市場實況 最近金價和銀價 都作了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銀價超過10%以上 金價最高峰期也約8-9% 如果這麼急劇的下跌 以前正常市場 已經殺了大批好友 信心都會動搖 但你看 不算動搖得完 是頭兩天 人們真的害怕 害怕不夠單日市 最近都追回很多 所以我自己看 以以前的走勢來講 剛剛衝破的頂位 沒有這麼快會回頭 所以我傾向認為 這次是一次調整 多於黃金的上升浪已經結束 最多你會說 這次調整長一點、長一點 在這些水平再增持一下 再上一個新的台階 但是整個浪應該未完 現在市場分析認為 可能美國的息口 其實更久 開始升幅 令到黃金有調整出現 浩德,你怎樣看 美國利息是否真的見底回升 或者會影響資產價格 我可以補充一下 阿施先生講話 過往黃金是定義做另類的資產 但是近期大家發覺 貨幣膨脹、購買力貶值下 其實黃金現在變成 大部份投資者來說 其實變成一個必然的選擇 對黃金市場需求的改變很大 雖然我們好像大家完全不陌生 其實在整體金融資產 我嘗試做一些非正式的統計 可能佔整體金融資產市場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20萬噸左右 全球的黃金 其實可能佔我們金融資產 可能1% 所以如果大部份投資的配置上 將黃金的比例增加的話 其實公佈應求的情況 其實會多了很多 至於你說最近期 短線少少 為何黃金會有這麼大的調整 剛才Darwick也有提及過 一個比較明顯的原因 由於之前大家覺得 貨幣政策會越來越寬鬆 放水,所以利率很低 黃金由於它本身不派息 所以會受惠 但最近,其實上星期 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債券 因為債券由於我們聯儲局 或者全球央行都開始放水 其實息口越來越低 一直都是向下調 直至到最近上星期 就開始有一個pick up 某程度 就跟我們剛才說的 有些相關 大家開始覺得 過會情況會這麼差 如果經濟好些 聯儲局就不需要 邊際上的政策方向 就未必會這麼寬鬆 令大家擔心 不過這件事當然是可以這樣去推論 不過同時間有一個發生的情況 在市場來說 其實就是剛剛上星期 因為我們其實美國 因為有太多救市的措施 所以他們就不夠錢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發債行動 在時間性上高 都是同時間進行 由於突然市場上高 需要發這麼多債 所以他必定要用一個比較高的利率 去吸引投資者 所以也都令到上星期 可能是十年或三十年期的債息 突然抽高了少許 究竟是哪個原因 究竟是市場相信 聯儲局會收水 或是一個短時間的市場行為 我自己傾向覺得 利率上 在現在的階段 即使疫苗出現 都沒有理由這麼快的改變 我傾向覺得 利率的波動是比較短期的 所以對黃金來說 我覺得不應該將我們之前的 中長線的看法去扭曲 透露一下 C基金的操作 有沒有加了或減了黃金 我們沒有 因為第一 我們有些幸運 我們一早就聽施先生說 C基金去年年初 2019年年初成立的時間 已經拿了很多黃金 當時仍然是1400元左右 所以我們長期都維持比較高 現在看多兩成 雖然短線的回調很急 但其實如果拉回中族來看 今年黃金其實都跑贏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暫時沒有 向好的看法 沒有改變 先生要補充 我自己看到經濟不好 有些人預期美國的公司破產倒閉潮 都未曾正式開始 接下來會很嚴重 如果有得他破產 有得他死 你要復甦就難了 所以我相信 政府一定會繼續寬鬆貨幣政策 繼續會買債 怎樣令到他不破產呢 他被追債沒有錢還 那就會破產 借多些給他 借他還本、借他還息 那就不用破產 有得還銀行 不用做壞賬 經濟就可以頂住 我自己認為 政府仍然靠這些手段 去維持經濟的話 用這些手段 會令人對貨幣的購買力 參省擔憂 亦都會令到黃金有價值 甚麼時候真的黃金沒有希望呢 就是經濟真的好 靠有機增長 賺到錢、交稅 政府、財政、收入增加 可以還債 想都未想過 有許多國家 沒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我自己認為 短期內,黃金會有調整 但上升浪未完結 現在你提到購買力的損失 其實中一個資產 你都很熟悉 同黃金相似的功能 就是補回購買力 就是香港房地產 我們過去幾集 少點提起 你怎樣看香港房地產 例如說說零售業 會否都隨著環球的好返而復甦 零售業受到衝擊最大 去年社會運動期間 有一股很強烈的排斥內地來嚇的思潮 另外亦有些行為 甚至去攻擊內地來嚇 如果中央不出手 如果大陸人不來香港消費的習慣 香港的零售業 沒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狀況 根本不需要 香港自己說 本土經濟搞定 本土哪用這麼多藥房 哪用這麼多金舖 哪用這麼多名牌 都是很大程度 靠內地來嚇 如果香港慢慢政治上穩定下來 中國政府不想示範單位搞得這麼難看 可能會開始放回一些客人下來 但這不是一兩個月的事件 甚至可能一兩年 首先香港的情況好轉 是 然後再政治解決才會 另外疫情好轉之後 人們去旅行的熱情是否立刻恢復 現在有些人已經有乘搭飛機的恐懼症 盡量避免這麼多人在一起 因為世界不是一下子就全部沒有疫情 現在印度一天的確認人數 已經達到六、七萬人 更多於美國 當世界上還有些國家 疫情很嚴重 人們就不敢到處走 走的時候 轉機和一間飛機 都不知道會碰到甚麼人 所以我相信 有些行業都一樣會受影響 加上現在 其實除了疫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將中國 看成一個會威脅它大佬地位 威脅它國家安全的一個敵對國家 去全球化、去中國化 國策一旦定立之後 很多生意都難做 香港是以前起橋樑作用 這個橋樑就是把中國搭到西方 將資金在西方引入技術 產品就帶到西方 後來中國發財 又將中國資金拉到西方買東西 現在橋樑的另一邊都山窄 過橋樑不是看海景 去那邊有工作 都不讓你過 這條橋樑沒有人用 所以香港以前扮演的角色 一定受影響 看看香港轉不轉身快 美國做不到 歐洲做不到 是否去東南亞 去非洲 做開間、做大客、做肥客 好過做東南亞、非洲 要轉型都有一段時間 無論如何 只要香港是一國兩制 香港行的制度和大陸有不同 現在美國只不過大陸一個城市 但香港和大陸有很大分別 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 有市場機制 香港是產權得到保障 香港是行普通法 不是行歐陸法 香港有外匯流通 大陸也沒有 即使人身安全自由 香港也好些 去旅行又容易些 移民又容易些 只要這方面有不同 起碼大陸人都喜歡來香港買樓 深圳的樓 升得比香港一倍 深圳升了幾倍 香港便升得有限 但你問,深圳有樓的人 想不想香港買一間 當然想 因為香港樓的產權保障 香港樓轉讓的能力 套現能力 比深圳更好 交易的安全更好 所以,肯定有人想來香港買樓 問題是政府的水喉 樓不扭開 所以香港人不電 扭開少許 香港樓價又會在斑樹 我相信施生應該是對樓市前景樂觀 不過都是於香港的情況 有沒有改善的地方 今集的古壇事件到此 各位如果有興趣了解多些C基金的資料 不妨去到網站或Facebook page 或者看這個電話 可以向我們查詢 今集多謝大家